大家好,我是Kyoko 今天我們繼續溫不同的文型 今天要溫的文型很容易記 而且我對這兩個文型很深刻 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個就是這個 就是太型加白加列達 表示剛剛做完某個動作的意思 大家記得白加列有很多個意思 其中一個就是光是媽媽的意思 如果是過去認識她的話 就很容易記著 剛剛發生了這個動作的意思 例如我們在這裡的例子 好像比較生活化一點 例如Kyuki 要吃嗎? 哇,很美味 但那是我吃的 就是問你吃不吃蛋糕 她就好像看起來很好吃 但我剛剛才吃完飯 這個剛剛的意思 可能差不多是剛剛放下筷子 真的很飽 剛剛發生了這個動作的意思 下一句話 下一個要講的是 H organ 前面就是名詞間 或者是動詞詞書形 他的意思是 這裡 表示每當什麼什麼 就什麼什麼 即是每次一發生這件事情 就會這樣子 或者每次有這個狀況 就會發生這樣的 這裡寫著了 就表示每當進行前行動作或行為的時候 就剛是會發生後面那件事 所以,この旅就是慣用的表達 意思就是にあち 我們看看這裡的例子 如果這個例子發生在我身上也不錯 就是 キムラさんは旅行の旅にお土産を買ってきてくれる 牧村每次去旅行時都會帶這個手信給我 如果有朋友去旅行時每次都帶手信給我 我都蠻開心的 我個人覺得N3文型來說 這兩個文型算是最容易和最好記的 希望我今天的溫習能夠幫到大家都記它們 那我們明天再溫習其他的文型吧 如果你想溫習三字卡就可以去我的IG 你想多看日本資訊或無聊的帖子就可以去我的Facebook 那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見 じゃあまたね Bye Bye